10月8日,胡星儿微博擅出一足写真 照片中,她挺巨大运度,与老公被靠北秀恩爱,恩爱甜蜜,超幸福 10月1日,月底变到了预产期的胡星儿又在现身丈夫李承德的社交网 这次她手上拿着几个彩色的花篮,笑得非常开心 当然她手上的戒指也很强劲 原来,星儿手上的东西叫做猪龙饼或者猪仔饼 是香港人传统的中秋点心 李承德留言说,她跑到很远的地方找了两家店才买到这种饼,买了10个回家 虽然辛苦一点,但能够看到太太笑珠颜开,她觉得超值 对老婆这样宠溺一般都发生在别人家老公身上 有网友开玩笑称,李承德常常表现得像老婆的小迷地 例如在家偷看胡星儿的节目 还有千方百计禁止怀孕的星儿增加工作量 计划失败之后,唯有亲自陪着老婆出席活动以防万一 最近又尝试与不同年龄的小朋友相处 她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生之前能够学习到一些有用的干货 做一个称职的爸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